上一节咱们说过了搓澡太用力 皮肤可能受伤 那广告之前我们看了个新闻 这个新闻里边说的是年轻女孩因为搓澡 竟然得了传染性的软油 来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把新闻先看完 在详细这段小丸的生活习惯后 医生推测 很可能是因为她洗澡时 喜欢使劲搓皮肤 保持的皮肤死伤 感染上软油病毒 所以医生提醒她要改掉用力搓澡的习惯 我们请袁医生再给我们讲一讲 就搓澡的时候 太奇怪 得了什么传染性的软油 它是什么东西 传染性软油 就简单说 它是由一个传染性软油病毒 这样引起的一个皮肤病 一般它长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小的半球形的小丘枕 就可能大家感觉也是一个小疙瘩 而那上面一般是有一些 比较我们说有辣样的这种关子 然后你细看 中间一般还有一个小凹陷 像个小步骑耳的 我们叫骑凹 一个小凹陷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的学名 就是我们书上讲 它叫传染性软油 老百姓一般管它叫水猴子 男友大约就问了 说这个病俗称水猴子 我记得咱们老百姓说 这个猴子也能传染 这个猴子和水猴子 它俩是一个病吗 它们俩虽然差了一个字 但实际上它们俩不是一回事 我们一般讲的猴子 是我们一般说的寻常油 就是油的一种寻常油 就普通一种油 这个寻常油 一般是由人类乳和乳病毒 就是HPV引起的 它一般长成什么样呢 也是这个外星 所以是个小疙瘩 可是这个小秋疙 它表面它都有一种像毛刺这样的 就是我可以说 可能丑着有点 有点像小杀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长大了 可能还会变成这种 有点灰白色的这样的情况 社会新闻 里面这个女孩子 她用力搓澡之后 就感染那水猴子 长水猴子 用力搓澡怎么 能让水猴子就传染了呢 传染性软油 它一般来讲 是在什么地方传播的呢 比如说这种供用的浴室 或者是在这种游泳池 因为它有一个 直接接触传染 所以就是供用这个毛巾 或者这个东西消毒的不彻底 就是说它第一个 可能是这么传染来的 但是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有个自身接触 就是我传染一个之后 我自己再挠一挠 或者我身上本来有两个 我在经过粗饱 可能就变成十个打个的了 这样就会增多了 就会增多了